A跟C最大的错误就是 它有修士词表示其他的 但是它没有这个 可数名词前面的这个限定词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第11题错的关键 所以我们接二连算的在第8题和第11题 第8课和第11课当中 两次出现的这种名词 可数名词单数前面一定要加N和N的这个用法 大家现在记住没有 好 所以以后一定要说的是 He is a boy 还是He is a boy He is a boy 一定要不能少的那个 好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第11题 And then now let's look at the last part 好 第11课的难点它有这个 A I asked him to lend me 20 pounds I asked him to lend me 20 pounds 弱干天之前我们说的难点是 Lend me 20 pounds Lend somebody something 对不对 弱干天之后我们在这句话当中说的 已经不再是Lend somebody something的概念了 而是Ask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Ask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OK So And we look at the order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句子的语序啊 书上面把句子的语序这么诡大 书上面说 有些动词的后面用动词的不定式做宾语 往往还要在动词后面先加上一个名词和代词 什么一个概念呢 他说一个词一个动词后面还有一家不定式做宾语 结果他往往还要加上一个名词或者是代词 所谓的加名词和代词 也就是我们这里面所说的人 Someone 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错了 已经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 原因是因为我们可以说 什么什么to do something 比方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概念 就want to do something 就想要做什么事 want是动词 to do是不定式做什么语 做宾语 做want的宾语 但是一旦要在want跟to do之间 just somebody的时候 他这个结构就是想要某人做某事 他已经这个概念 这个当中的to do 也就是我们上一句的结构 对不对 这个结构当中我们的划分是什么 它是动词 谁是宾语 它是宾语 而这个to do是什么 to do是宾语 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宾语了 是请求某人 这个某人要干嘛 to do something 所以我们说宾语的概念是补充说明宾语怎么样 补充说明宾语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的ask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属于这种动词加宾语加不定式做宾语的概念 那所以我们说在这个里面 现在我们就会记得 原来在这个不定式的重剧的 在这个一个句子当中 可能会直接放在动词后面做宾语 可能会在这个不定式跟动词之间 还会加一个人的话 那么他去做什么 做宾语 但这个概念我觉得对大家来说 也不重要 就像我们如果刚才之前说双宾语一样 你没有必要知道双宾语当中 哪个是直接宾语 哪个是间接宾语 你只要知道某个词后面 可以加somebody something就可以 而我们今天在这里面 对大家的要求也是一样 我不希望你知道 他这个to do到底是做宾语 哪些词喜欢说什么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才是最重点的东西 好 那么我们有时候说 那我知道这是有什么用呢 知道这个东西才能够让你真正的 就是说这个词的时候 你立刻就是这个结构就出来了 你不需要去思维 所以我们说在口语当中 我们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 我们很多的同学 大家想了半天会把那句话翻出来 也会翻得对 问题就是大家也想很久 是不是 我们现在就让你把这个 这样的这些结构啊 词组啊 短语啊 彻底记住 记到什么程度 记到那种 让你一看到它 你就会自然而然这么说的概念 好 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哪些词会说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第一个词 ask 他已经给我们了 对不对 第二个我们刚才还说了 想要某人做模式 好 那有want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 直接表达这个意思 第一个 wan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现在我只说动词了啊 我们有ask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然后我们会想到ask表示什么 请求吧 那么我们除了这个请求某人做模式 还有一个叫告诉某人做模式 tell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所以我们就就是就把这个整个一个结构读一下 叫tell somebody to do 好 然后我又告诉某人做模式 我就会有命令某人做模式 orde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orde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好 那么然后我们在若干天之前 在以前所学的单词当中 你还学没学过 第二个我们有wan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对不对 还有没有其他的词 还没有其他的词用somebody to do 好 sen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是send的吗 那个send something to 然后加somebody 对不对 用什么 好 那因此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事实上我们所学过的 在若干天之前 我们就学了这个词 记不记得 expect somebody to do 我们当时就说expect是没有expect so 或者expe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叫什么某人做模式 好 叫做我们的期待某人做模式 那我有期待某人做模式 我就会有希望某人做模式 我就会有wish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我就会有wish somebody to do 那么还有没有了 好 那么我们又说 那hope somebody to do 那也是表示希望某人做模式 对不对 不对 我们在几个表示希望当中 wish可以说somebody to do expect可以说somebody to do 有一个词不能用somebody to do 那就是这个词 这个词是一定不能说hope somebody to do的 所以我们要记好了 正因为这点 我们大家已经说溜了嘴 你知道吗 一说希望某人做模式 一大堆的词都出来 expect somebody to do 什么什么wish somebody to do 然后张口就来的是 hope somebody to do 而这个词恰恰不能跟somebody to do相连 hope这个词的用法 我们以后会说 hope只能用两种 要不然就是hope to do 希望自己做 要不然就是hope that 加重句 希望别人做你可以加重句 我希望 希望谁呢 that she can do something 希望他能够做什么事 所以那么我们今天hope这个词 我们写出来再把它擦掉 就告诉你这个词怎么样 不能用 记得吗 那么除了这样的这几个词之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没有什么词 我们在 在我们的第十课 我们也说了一个词吧 叫允许某人做模式 allow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 我们有允许某人做模式 我们就有建议某人做模式 建议叫advise 好 你看这个词 这个词读 advise advise 好 这个词的发音一定要注意好了 上面的牙齿应该咬住底下的什么嘴唇 advise advise 好 那么现在来看 我们一般见到的都是advice 但是我们是动词 所以一定要变为se 看到了吗 刚才我是把c 然后变为f se大家没学过 但是advise大家都学过 好 所以我们这个词读advise 叫建议某人做模式 好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除了想要某人做模式 除了说want之外 还有一个词读 也可以表示想要某人做模式 我们一进餐馆的时候 别人就会问你 你想要苹果吗 你会用那词 他不说do you want 而说 而就would you like 叫你想要吗 然后常常还会说 你想要某人做模式吗 叫would li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自己想要 I'd like to do something 当然想要别人 I'd li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understand 好 那然后这里面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 有了这么多词之后 是不是结束了呢 我们说一般的词 我们大家基本上能学过的就差不多了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词 叫teach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会是孩子 都会是学生 所以都会有一个teach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叫什么 教某人去做模式 好 那因此我们到这为止 我们整个的这个 这几个词我们就记到这为止 好 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把这几个词来读一下 第一个叫什么 ask somebody to do 然后我们大家赶快来想 如果这样的东西你乱七八糟记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现在想赶快把它怎么能记得住 有ask我就会想到哪词 tell 有tell我会想到哪词 order 然后有order这些都是命令 对不对 有命令那你让我做 我还是不会做啊 所以你就会有一个teach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你命令他做 他做不来 这样你还要教他怎么做 那么你命令他做 你要他怎么做 事实上都证明了你想他这么做 对不对 那想要某人怎么做 怎么说呢 wan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would li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hop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right no 我应该怎么说 expe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or wish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好 然后呢 最后我就把这两个词 就等于是单独记 对不对 把这两个词 其实跟他也有关系 你看希望某人做模式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 建议某人做模式 advise 而advise 你建议了某人做模式 你还都允许某人做模式才行 so you allow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那么这就是我们常见的几个词了 我们接着书上面 它有什么什么样的用法 大家可以自己看 它有exercises a 它叫你将括弧里面的词 用正确的语序排好 什么叫语序 比方说第一题 the officer ordered 什么to fire the enemy the man 那这个当中你肯定是 order somebody to do 你想都不用想了 对不对 肯定会说 the officer ordered the man to fire 什么at the enemy 好 那么这个第二第三第四题会做了吗 yeah ok 那么to be 然后第二个b 他说write in the sentences you know the following 他说模仿下列的例 上面的例句完全以下的句子 哪一个词呢 第一个he asked 模仿以下的例句是 你就不能说he asked the question 你就不能这么说了 不能说他问了一个问题 你一定要说he aske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对不对 那所以我就会说他请求他请求什么 那这样我可能会这么说说 哎他回来晚了 他请求他的妻子让他进门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会怎么说呢 he asked his wife to 让他进去 to let him in let him in 让某人进去吗 not somebody in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里我们有什么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是我们大家现在市场还没见过 叫prefer prefer是我们在以后要学到的一个词 你今天先记得prefer的概念只表示宁可 就可以了 we prefer 第二个we prefer叫宁可 宁愿 我们宁愿某人做某事 叫we prefe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叫宁愿某人做某事 好 那么所以我们汉语当中常常说 我宁可他死了 我也不会让他做坏事 对不对 那什么叫文定克他死了呢 叫I prefer him to die 然后以后我们的话会叫你prefer的后面还会加一个什么 prefer后面还会加一个to 好 那么或者是prefer 然后会有什么run the man等等 那么今天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我们也不做了 大家回家自己可以去写无数个什么 叫某人做某事啦 希望某人做某事啦 想要某人做某事啦 念的be words often confused 然后我们来看be当中 他说这经常容易混淆的词 第一是salary and wages 这两个字大家记住了吗 salary跟wages当中的区别在于一个是要月薪 一个是以这个州或者是天或者小石领的 然后borrow and land borrow和land的区别我们说你也不用记是记进还是记出 你只要记得borrow from land to that's ok ok now then we have five exercises 也有五题当场做第一题 he is a bank manager and he gets a good salary 我肯定用salary 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银行的什么经理 它是一个管理阶神 那么第二个 I 什么 him some money 能够用somebody money的 什么somebody something borrow没有这种用法 只有land有 lend somebody something 所以一定会说 I lent him some money and he said he wouldn't give it back to me when he got his 好 salary和wages都有可能 对不对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属于什么人 so salary and wages都对 and number three yesterday he 什么 my laptop i hope he returns it soon 我希望他赶快还回来 昨天他 什么something 好 他会borrowed my laptop laptop means手提电脑 laptop laptop means手提电脑 昨天他贴了我的borrowed number four the postman on strike again 说那个postman postman 邮递员 那些邮递员on strike on strike means罢工 邮递员又罢工了 they want higher salary how wages 因为我们说一旦遇上工人 他们就 他尽管也可能是每个月的一次工资 但他事实上他的工资是以什么来算的 是一小时 他做多少个小时 他就怎么算的 所以他用的是wages 所以我们上次就跟大家说 salary是一种管理阶层领的工资 wages是一种 是一种工人领的工资 好 number five worker means worker means 一看到worker means 你就已经不用忧郁了 so salary have wages wages the wages have gone up a lot in the last year 在上一年里面已经怎么怎么样 好 那么再来看底下 and we can finish this in my right 好 那到这儿为止 我们才真正的完成了第十一课的这个概念 第十一课当中的难点 请大家注意 我们叫做 some summer day to do something 回家你去背诵的时候 你别去 tell order would like 和want 你一定要把它粘在一块记 要读成 tell summer day to do order summer day to do want summer day to do 一定要把它读成这种 沉到到脑海当中 以后一说want 你第一个张口就说want summer day to do 才行 好 那么所以我们说 大家的有的熟练程度 要注意好了 we can come to lesson 12 第十二课 lesson 12 we have goodbye and good luck now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read after me luck captain sail habit proud important okay now the first we have luck luck means运气 所以那么我们大家还记得上次课 我们说 他老板来了 那个人迟到 然后他说 我们老板来没来 然后他说来了 然后说了一句什么 good luck good luck so good luck means 祝你好运 good luck 所以那么无意当中 我们的这个good luck 将会成为我们以后 常用的一个口语形式 good luck means 祝你好运 好 那么这是我们在这里面 所来看到的 那顺便来看一下 以后 以后当你想表示 哎呀你要倒霉了 然后我会给你一个祝福 good luck 对不对 眼看你爸爸就会说 哎呀你爸爸找你回家了 现在拿这个棒子呢 然后你走的时候跟你说good luck 哎呀你祝你就自求多福吧 是不是 好那这是一种表达方式 第二种我们还要注意好了 顺便再说一个一个词叫 我们常常有个叫bless you bless you 好那么这个bless you 常常会在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呢 这个词是我们 是我们常常在 在别人要打喷嚏的时候 常常你会听到一个这样的表达方式 叫bless you 叫bless you 别人打了一个喷嚏 然后你会说bless you 或者说god bless you 哎呀上帝保佑你吧 就是祝你好运不要得感冒 好那么所以我们说 那个当中你就不能说good luck 好不好 那个在别人打喷嚏的时候 你不能说good luck 你要说bless you 这是他的一种习惯 and 那么然后我们再来看 在这个里面我们还有一种 理语表达方式 叫做 我们在这里面常常还有一种 理语表达方式叫什么呢 叫break your leg break your leg means what 好那这个词从字面理解很可怕 对不对 叫摔下你的腿 但事实上在英文当中 在这个 在理语表达方式当中 它不叫摔下你的腿 它叫什么 就good luck 就祝你好运 好 所以我们说祝你好运 我们来看一下 在机动场合当中 一般最常用的 也是最普遍 大家都能接受的 叫good luck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 在国外人 他为了幽默 他可能会说break your leg 你不要生气 他也只是祝你好运 而我们还有人 在别人打喷嚏的时候 你要怎么说 bless you bless you ok so next and we have lucky 然后这个词是名词 后来我们就来看看 他的形容词 lucky lucky means幸运的 所以常常很多的时候 会有什么 i'm lucky 对不对 我很幸运 那么然后我们今天 在那边再有一个词 叫lucky dog right a lucky dog means幸运儿 and we have another is lucky day lucky day 那么所以会说 哎呀我今天做事好顺利 我就会说 it's my lucky day 今天简直是我的幸运日 是不是 事实上就是 哎呀今天我真幸运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有lucky and we have the unlucky the opposite word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形容词的反应词 叫什么lucky unlucky 叫unlucky 然后这个词的副词 叫什么呢 形容词叫lucky 副词叫lucky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 很幸运的事情 是什么什么什么 也是我就会说lucky 然后something 什么时候是什么样 这就叫做lucky 副词 okay so now and we know 好那我们再回来 我们说lucky 这个词 我们一般形容上会说什么 会说这个good luck 直接表达 好那么 second word we have captain 是一种官弦 是一种rank 对不对 那么再来看第三个词 叫航行 seal 这个航行很明显 它只会跟什么商量 一说起航行 你就会想到船 所以人的走 是不叫seal 飞机的走 也不叫seal 只有船它都会用seal and harbor harbor means港口 除了我们用harbor 这个词就表示港口之外 我们还有哪个词 就表示港口 在port 所以我们曾经说 航空港叫airport 但是真正的港口 直接用一词port p-o-r-t 就可以了 所以harbor可以用port 来取代 都表示港口 这个港口一边指什么港 那它就指船的港口了 对不对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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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